好,我們現在快轉到做好腳 剛才前面還忘記補充兩個地方 在屈柄這個地方,必須再套個歐環來固定這個吸管 讓它能夠更結實一點 好,如圖所示 這邊有六個歐環 1、2、3、4、5、6 跟這是一樣的 1、2、3、4、5、6 這具有固定穩固吸管的效果 然後我們照第六步驟 然後做出前腳、後腳的一個腳 然後這還有中間的M字型部分 那我一次把它完成,如這邊所示 前腳,我發分兩組 前腳、後腳和M字型交叉 當然我們可以預先模擬 在圖紙上先預先排好 這樣能更容易了解 變成M字型來腳 切完之後要怎麼連接起來呢 這邊用關節構法把它轉 讓它扣住,又可以轉動 這邊的話,就用斷面釘扣來扣住 那我們可以預先模擬一下 那課本是先把它套進去 那我是建議先套關節扣 再來做一個組裝說明 好,那我們先組裝關節扣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按照我們的課本 它是這個方式 後腳最重的意思 前腳在外側 只要對稱即可 兩個顛倒也可以 那我們先用後腳 來做說明 後腳怎麼看呢 在馬達的這個 這樣是比較輕鬆一點點 接下來是前腳 再套起來 那這時候 怎麼讓它固定住呢 用斷面頂口封住這個腳 還有吸管 跟塑膠的一個支撐力 會讓它有點緊 然後又可以活動的方式 好這就是我們這個 濕入仿生的左側 再反關住右側 也是照剛才的方式 我們走前腳 後腳的關係 這邊我建議 照著這個 另外一側做對稱的方式 來做說明 那也是一樣 後腳在那一側 所以 交叉點在另外一側 交叉點在另外一側 同一格陣 這也是一樣的 這是前腳 前腳的話 是在外側 但是交叉點 這個更外側 如果萬一做錯 我們可以用指甲 掐住這個 有伸素問題 我們可以壓 推 就可以鬆開 這關節扣 好 接下來我們把左撞上去 左撞的時候 再一次強調 這裡要同一平面上 這兩扣環 然後呢 左邊的後腳 跟右邊的後腳 要做對稱 我們套進去 另外一側的話 前腳是在最外側 好之後再用端面天扣 把它封起來 完全 不會影響 各位夥伴們的一個組裝 好 那這我們大概就好了 我們還要剩四個歐環 那這歐環是要做什麼用呢 這歐環是會增加地面摩擦力 然後我們把它套起來 如果摩擦還不夠的話 我們可能要貼雙面膠帶 在這個 四處 我們要做的底端 好看一下 前腳比較長 後腳比較短 然後整 然後剩下只要打開電源 它就走行走 好謝謝各位的一個觀賞